减肥多年总是反弹 人体里的脂肪究竟有多顽固 其实减肥男真不怪你意志离场 而是脂肪太厉害 他们是一群有组织 有几率听指挥的庞大组织 甚至还可以操控你的食欲 分泌种和食欲密集相关的激素 瘦素 当食物充足的时候 瘦素作为信息 会向大脑传递高了的信号 帮助人们抑制食欲 当处于减肥期间时 脂肪细胞发现能量匮乏 同伴们一个个被掏空 他们就会主动减少瘦素的分泌 告诉大脑想吃东西 也就是说 脂肪细胞不仅储存能量 还能调控能量 在它的监控下 你体内的整体脂肪含量 会随着身体需求发生变化 无论是长胖还是瘦下去 脂肪细胞的数量都只会优增无减 所以寄希望于 细致手术 结实等方法减少脂肪 实现长久瘦身几乎不可能 因为幸存的脂肪细胞 会调控身体产生新的伙伴 自己也会加大存储量 抽走的脂肪 最终还是会长回来 也许就有人说了 脂肪细胞太可怕了 其实作为身体的一部分 脂肪细胞只是有着 很强的优患意识罢了 作为人体机能的最后防线 脂肪用于极端调节下功能 如果减肥方式过于极端 面对瘦肉过激的能量 脂肪细胞会向进一切爆发 为了最初的样子 发展更多更大的新成员 我也不知道会何时出现的饥荒做准备 为了保护脂肪 身体也会做出让步 对于身体而言 脂肪细胞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食欲 体温 免疫系统 血压 以及胰岛素敏感性都与它有关 还要研究发现 维持正常的月经周期 需要22%的体质率 一些女性减肥减着减着月经就没了 就和脂肪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减少能量摄入时 身体甚至会选择牺牲一些其他成分 随着减掉的重量越来越多 为了稳住脂肪系统 身体甚至会减掉整体的能耗 即使整体代谢变慢 变少都不会再减重 那么脂肪就真的减不下去了吗